こんばんは、トマです 今天回到我们这个日文小故事的阅读时间 主要这个单元是针对在阅读一大篇日文的文章 以及对于理解文章有一些困难的学生 因为字太多了不知道要怎么去分解它的句子去理解 所以一大部分人可能读了一整个文章下来 不太知道说它的故事要表达什么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就像我们在看故事书一样的心态 去轻松的阅读不管你明不明白都好 然后再以故事的逻辑去看待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很简单而已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 好的,这还没有开始解说 说今天的故事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他妈的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且还在旁边的小小铃铛 按下去选择全部通知 这样子每个星期有更新新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你将会是第一个 乒乓 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那今天我们所挑的这个内容呢 也是一个在生活上哭笑不得的一个小故事 它是和这个遗公有关的 什么是遗公就是遗言 就是当有人要去世的时候 他最后所交代的话 那到底闹了什么笑话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就是说 就是在有一个地方呢 那这边的大変呢 除了我们讲的就是辛苦之外呢 也可以说是超级怎么样 就非常的意思 好,大変 ヘソマガリ ヘソマガリ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态度上闹脾气的 除了闹脾气呢 我们也可以说就是 经常和喜欢别人唱反调的人 比如说你说一 他就一定会说二的 这个我们经常会说 好像以一个家庭的话呢 有一些小孩子就是到了叛逆期的时候 他就会经常和爸爸妈妈唱反调的 爸爸妈妈想要让他做什么呢 他就偏不做 然后呢 你这样不要做什么 他就硬要做的那种 就叫做ヘソマガリ 好,ヘソマガリ 所以呢 大変ヘソマガリな息子がおりました 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格比较 呱的闹脾气的 这个儿子在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他爸爸因为病情的关系 親父母が病気になり もう死ぬという時に 息子を呼んで 所以这个当他的爸爸呢 就是生病了 親父母这个呢 其实是比较 偏向男生叫爸爸的一种 所以他就生病了嘛 もう死ぬという時に 就是可能感觉自己快要死的时候呢 他就把他的儿子给叫来 把那个唱反调的儿子给叫来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爸爸对他儿子交代了什么事情 もはやわしもこのようにおさらばじゃ 言っておくが わしが死んでも かならず葬式などはするなよ 所以他就说 もはやわしも 就是在过不久啊 我也时间不多了 这样子 このように おさらばじゃ 我也就这样子 おさらば就是离开的意思 就说 はじゅか 儿子说 我也長不了多久了 我就这样子 要离开了 然后呢 言っておくが 就是我事先说 おく 言っておく 我事先说 わしが死んでも 就算我死了 就算我去了 去世了 かならず 一定的 一定要记得什么呢 そうしきなどはするなよ 就是 不要为我办葬礼 这边的するな 就是呢 一种命令形式 する 再加一个な 千万不要这么做 一定不要这么做 这样子 通常是命令 你的一个语气在 そうしき 就是葬礼 就是葬礼的意思 など 各种各样的 葬礼的一些什么手续 都千万不要为我办 然后呢 他说什么呢 こもにつつんで かわいながせ 那 什么是こも こも呢 就是像古代 我们看古装戏的时候 如果家里 比较贫穷的 或者是呢 流落街头的人 如果他去世了 然后呢 他们就会很简陋的 就用那个草席这样子 遮起来 就像我们现在的 用白布的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就是 想要说最简陋的方式 就是用草席的 把这个尸体 搬一搬 放在上面呢 就可以去拿去活化 还是怎么样 还是埋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但是他爸爸就说 不需要帮我操办什么 这个葬礼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把草席 把我包一包呢 かわいながせ 就到这个河川 就是放它流 这样子 就是把尸体 就是放在这个 也可以说是直接丢在河川 让它流走 这样子 这是以前他们的最简单的做法 这样子 那这边的心にもない 心にもない的意思就是言不由重的 其实爸爸心里想要的是另外一种 但是他说了这个 不需要帮我办什么 不需要什么 就把我包一包这样子 这是他不是他的真心话 那个叫做 心にもないこと を言いました 他说了这个 言不由重的话 这样子 因为呢 知道他的儿子 是唱反调的 所以我们来看 接下来有趣的故事发展 実は この親父 前々から 息子のへそ曲りぶりを 知っていましたから 遗言は反対のことを 言っておけば 立派な葬式をするだろう と思ったのです 所以这个呢 是他爸爸的 这个目的 他就说呢 其实呢 这个爸爸呢 まいまいから 就从很早很早很早 以前まいまいから 息子のへそ曲りぶり 就是呢 他知道他儿子 就是唱反调的这个 样子 他的脾气 因为通常是 自家的父母亲 一定知道 自己家里的小孩 到底是怎样的个性 他从前从前就知道 他是这样子的 可能小时候 他就是唱反调 总是呢 要对着做 这样子 をしていましたから 因为他知道 所以呢 他就在 言言呢 就是说了一些 相对反的事情 反対のことを言っておけば 如果我事先就是 和我想要的事情 调转来说的话 我想要一个华丽的 仗事 帮我操办好 但是现在我要唱反调嘛 所以我说 哎呀不需要帮我办这些人 操操了事就好 这样子 儿子一定会给我什么 立派な葬式をする だろう 立派就是华丽的 盛大的 这个仗里 他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 好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让整个故事呢 苦笑不得呢 ところが 親父の遗言を じっと聞いていた息子は 安心してください これまで 親の言うことは 何一つ聞かなかったから せめて一緒に 一度くらいは 言われた通りにしましょう 所以算是说了什么 ところが 就是然而 事情呢 并没有想像中的顺利 ところが 然而 親父の遗言を じっと聞いていた息子 就是呢 一直很仔细的 很专注的 在听这个 他自己的爸爸 对他说的 这个遗言 最后要招待的事情呢 然后呢 他终于怎么样呢 他就是 反省了 他就说 请你放心吧 爸爸安心してください これまで至今为止呢 親の言うことは 就是呢 对父母亲所说的话呢 何一つ 任何一件事情 何一つ 不管什么事情 任何一件小事呢 都怎么样 聞かなかったから 都没有再听 父母亲要他做 뭐 他都没有再听 せめて せめて 就是至少的呢 一緒に一度くらいは 我这一生当中啊 至少要有 那么一次呢 言われた通りにしましょう 就是父母亲交代的 去做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 哭笑不得嘛 因为 他的爸爸即将要去世 所以 他可能就是 惭愧 反省 至少这一生中 就那么一次就听爸爸的话 这样子 せめて いちどくらいに 所以他爸爸的这个主意呢 就注定 什么都绕不到 就变成一种 哭笑不得的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 由于公的 乌龙 繞了一个 哭笑不得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所以呢 呃 这个呢 他其实算是 不常的一个小故事 那其实有一些 还是会有一些 生死所在 所以大家就当做一个 有趣的小故事在阅读 然后呢 去看看他的句子啊 当你要表达的时候 其实 你自然而然 你阅读 其实你明白他在说一些什么 只是有一些生辞 你没有看过 你不懂 是什么东西 所以其实这些呢 他都是一些生辞而已 但是如果你大致上 照着逻辑 他的故事的话呢 呃 都会明白 然后增进你的理解能力的话 你就不会对于 一这么大篇的这个 日文字 作文就会感觉到压力 这样子 好的 以上呢 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阅读小故事的时间 那希望大家呢 可以好好的 就是利用这短短时间 和我一起阅读 然后去理解 轻松理解 然后呢 也可以呢 就是获得一个有趣的故事内容 好的 那我们今天教学视频呢 也到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内容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个大大赞 然后分享去给你所有朋友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他妈频道的话呢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你就可以第一个时间呢 说他们最新动态了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谢谢大家 拜拜 这个呢就是说我不介意的意思 没关系 所以呢他就说什么呢 服务员 他 就来探索我的影片